1.001-2.001-3 三張圖 我們今天要做的方式很簡單 首先第一步 我想要讓老鷹 變成是牛皮子上面的學長目標 請想辦法讓老鷹變成在牛皮子的中間 很簡單對不對 簡單到不行 這真的比較後悔 你當初離開工程前 你沒有跑去跟你老闆或者老闆要 你這樣照顧我 老闆我離不開你 即使我現在被你敗掉了 我還是離不開你 給我一張照片讓我能夠留意 那回來就把它貼在這裏 印出來 那你每天就設廢掉 所以你老闆一天到晚覺得有點痛 這個是不是很簡單 但是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老鷹放進來當然是剛剛好 因為換你設定好 可是我現在如果要換一個角色 我今天不要用老鷹 我要用的是海盜 我今天把海盜放進來 試著調整一下把它調到剛好 我們所謂的剛好是什麼 通常我們的原則是以不變 那個比例的狀況下叫剛好 所以就是說它可以剛好容納 但是又好看的現象 所以記得平常非必要的時候 不要隨便的去更改它的寬度或高度 我們需要的通常都是比較正規的按照比例去說吧 這樣子才會是以美觀為優先 好是不是拉動一下很快 對海盜這樣子不是縮小啊 是不是很簡單 尤其是在這個版本更簡單 你什麼都不用動一下拿著 好接下來就不簡單喔 我今天想要把海盜跟老鷹 同時都放進來 而且要同時都勇滿的下 而且呢要兩個都一樣高 好再講一次喔 我要讓海盜跟老鷹 兩個都可以放得進去這個牛皮子裡面 而且呢兩個能夠併排 再來呢兩個還要一樣高 好想想看能怎麼辦 然後我們要把幾個方法提供給你 那比較有效或者是比較快速的方法來 那就要看你自己適應的能力了 那我們要把幾個方法提供給你 好想想看 好 這個效果主要是用在哪個問題上面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學習會的東西當然叫做移動 移動什麼呢 就是把一個素材移動到另外一個照片 或者是圖片上面 所以通常我們如果是平等的角度來看的話 兩張都是圖片或者兩張都是照片 可是今天被移動的那一方 如果移動到另外一張圖裡面去放的時候 那你被移動的那一張圖案 你就要把它成為素材 那就有點像是有主要的一個復活 那不管怎麼說 什麼主要的目的呢 另外一步要了解的是什麼 什麼叫做對齊 什麼叫做調整大小 那這種作用是用在哪個地方會需要呢 尤其是各位要做網頁設計 所以有時候你在做那個畫面的批板 或者是畫面的那個設計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按鈕是要一致的大或一致的寬 那比方說你準備了素材啊 可能是好幾個不同的四方形圖片 那你要怎麼樣有效的把它做成是一樣的 所以這時候呢你的畫面的這個 這個反面的圖靈就很重要 然後階段性的工作是什麼呢 首先要先學會什麼叫做調整大小跟對齊 其次呢就是當你的物件做的時候 你還要學會什麼叫做設定它固定的對齊 就是一次性的好幾個圖層物件把它對齊好 再來還要再更進一步學會是什麼 每個圖層之間它的間距是一致的 這樣的話才可以快速的幫你做版面的編排 那換句話說會有人做編輯 你是不是需要用工作 好那你當然不可能一下子馬上叫你做到有關這個什麼間距的調整 所以我們只能從最簡單的開始 稍微有一點認識的就是對齊的部分 好首先你要把那兩張圖先放進去這張照片裡面 這個編輯子的畫面裡面 那緊接著呢我們來看幾種做法不一樣 我要教各位的一種是直接用參考線來控制 一種呢有一種東西叫做隔壁 另外還有一種呢就是直接去考慮 認識其中的一張圖片它的高度 然後另外一張圖片跟著它的高度一起去設定 這幾種照片 好我們來看齁 我現在呢把這張老英的圖片移動進來這個畫面 注意看齁我現在移進來對不對 通常你移進來放開的時候呢 它是會放在你所指定的位置的附近 可是如果你說你今天假設有種需要 而是想要讓老英的圖片和人放在畫面就正中一樣 不要擔心 當你在沒有過來放進來之前 滑鼠還沒放開前 按住序盒的鍵 它就會維持在正中一樣 好這是附加的功能 好那你現在可以先把它摸一邊 接著換下一張圖 按住以後摸進來 好哇這張圖片非常巨大 不管我們也是一樣先放在那邊 那我們現在首先來看齁這個老英的位置 比方說我現在先關掉這一層 這老英的位置啊 我覺得它一開始的高度是這樣 好那我如果想要放好一個正確位置 因為我想要接著另外一張圖跟那一樣高度 我是不是要有一個依據非常好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開出了這裡 是檢視這邊有一個項目叫做齒標 我先把齒標對齊它 好這個時候要對齊它 碰到它會自動吸附 好這個叫對齊的 再拉一條 好碰到了 有沒有 所以這時候它的高度已經被我直接指定出來了 那接著呢我來到這張圖的時候 我只要想辦法進入到變形 好接著我控制一下高度 碰到這條線的時候 它會出現有完顏色不一樣的現象 好放開這條對齊 接著這一個地方再拉 好變色變成不一樣 好這樣叫對齊了 好這時候它就完全完全跟它一樣高度了 然後你只要把它併在一起 這樣就OK了 可是問題來了 我雖然併在一起 可是一個是穿幫我出去的 一個還在裡面 所以代表說這兩張圖還是過大 所以我是不是還要再重新選一次它 跟它 然後呢重新再進入一次變形 好內變形 然後呢再一次性的把它再拉起來 是不是這樣才符合我要能幫我 接著調整一下大橋高度 好這樣才算是完成 那這個參考線如果還存在上面 會阻礙你的視覺 那你可以直接按一下清除參考線 然後展示這邊 然後檢視這邊 有一個項目叫清除參考線 這一個 它就清掉了 那這個清掉是永久的喔 如果你只是要暫時不看 有一個方法 檢視顯示這邊 也會看到參考線 這個呢 如果打過關掉 就是暫時不看 如果要再看呢 可以再來一次 然後再來呢 還有一個方法更快速 比方說我現在把這個 顯示的參考線 從前打開 那如果有一種現象 如果可以快速按快速鍵 才能讓它出現跟消失的話 你只要按Ctrl鍵加進去 它就會不斷地出現跟消失 不斷地出現跟消失 這個是此規的方式的御用 另外一個呢 跟它很雷同 這兩個可以同時說 另外一個是在檢視這邊 有一個顯示的項目 這裡叫做隔點 好隔點按下去咧 它也會顯示出來 那這之後呢 你有隔點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的圖案 調到一樣的水平 一樣的快度 隔點它會有 自動吸附的功能 如果你想要取消這個功能 除非你按這個項目 把它靠起取消 讓它自動吸附的能力 就會消失 它通常沒有例外的話 會今天一直開著 除非你今天要做 非常自由化的便行 那有時候它會造成主案 所以必須要投入觀點 這樣子 好 你現在先練習看看 這個隔點跟唱稿線的運用 但是這個方法有點翻證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我給你講 一個更實際的 好 我再說明一次它的運用 好 我再說明一次它的運用 首先如果你想要開出此規的利用 那請你要按檢視那邊 檢視功能表那邊 有一個指標的選項 打開指標了 如果你要拉出參考線怎麼拉呢 首先你必須要把把鼠移動到那個刻度上面 然後從刻度上面能拉 按住把鼠頭鍵不放 拖映下來 這個時候就會拉出一條線來 好 那一條線來 你如果觸碰到你的圖形邊緣 它會用西部就是靠近 這時候你就可以放開了 那萬一拉得不好怎麼辦 兩個方法 一個是按步驟進入管源 重拉 另外一個方式 你可以再一次調查它的位置 但是這時候你的工具 必須是停留在移動工具才可以 好 那由上面往下拉的呢 你可以控制水平的參考線 由左邊拉出來的 也可以控制垂直的參考線 好 那如果要快速的呢 把所剛觀看的參考線隱藏呢 你可以按一下Ctrl加H 再按一次就會再出現 再按一次就會再消失 好 那如果你剛剛出參考線隱藏呢 接著你就可以去控制海道啊 因為海道的土比較大 那如果你要控制海道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用便擬 就是便擬任意便擬去控制 直接單獨用滑鼠擬動它的腳 如果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加上旭盒的劍呢 就是要特別的把它的能力給做改變 如果非必要的話呢 不建議你加旭盒的劍 好 那你拉成一樣的高 你的一樣的底 就是上跟下同時都把它拉準確 你就對起來了 可是這時候還出現一個現象 兩張圖一樣大每處啊 可是沒辦法同時就拉進來 所以這時候呢 你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再進一步 把兩個圖層選在一起 所以選其中一個圖層 按住Ctrl鍵再選第二個圖層 這時候兩個圖層同時選在一起 所以你就可以一起做便擬 一起做便擬 如果安排 那這時候你只要開 檢視功能裡頭的顯示項目 有一個隔點就可以用了 那隔點也可以設定 齒規也可以設定 齒標跟隔點都可以設定 設定的項目都是在編輯的編號設定裡面 但是一般情況下 我們初期也不建議你做修改 除非你懂得用 我再說 好 那你注意看喔 然後那個齒標的兩個交界處 齒標是不是上面有一個齒齒 左邊有一個齒 齒標的上面跟左邊那個 左上角那邊是不是有一個空空的位置 那個交界處是有用的喔 如果你重新把保證定義在那邊 然後拖一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重新設定一個70點 就是你的那個0的那個位置的區域在哪裡 那就是讓你重新設定0的70點在哪裡 勝好 勝好 兩人是有一個 對 因為你現在要把你做的選擇等級 對 如果你現在單獨挑老老 你應該直接點老 就點反方 好 那因為這樣的過程 很多同學一定會出現一個 想要很辛苦如此 想要跳舞的程度是什麼 這個對齊什麼 那麼麻煩 所以這種對齊通常就是教科書教的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不能夠讓你動不動不想跳舞 尤其是我們那三個很危險 所以通常跳下去有沒有 要嘛沒跳好對不對 還可以卡一半 所以我們來現在看怎麼辦 來 那我們先來看 如果我 假設一種現象 如果我今天可以主動控制好兩張圖的高度 都按照我們的需要去做的話 OK 那這個想法就是我們來做 我們想想看 好 我現在接著操作一遍 然後你看 我現在反映到兩張圖放進來 還沒有條大型的現象 好 接著看我 我現在還原 還原 還原 我還原到這兩張圖放進來的時候 所以一大一小 差很多對不對 而且兩張沒有辦法同時放得下 我現在看老鷹這張圖 我現在指向老鷹才知道我是要用老鷹嗎 好 接著我按一下編輯的日音變形 我可以從這邊主動去查出那個高跟寬 你可是怎麼查 因為它的百分比都是100啊 你怎麼查還是100啊 我們可以切換單位 怎麼切換呢 比方我要看的是高 所以我就在百分比這邊按右鍵 這邊它就會顯示像素啊 用線啊 公分 公比點啊這些 你通常會用到大概只有像素跟共分兩種 其餘的你不太可能會碰到 好 比方說我們用像素比較單純 因為像素就算一個網頁設計用的單位 好 我們現在來看喔 這邊多少 4、6、1 對不對 可是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經驗嗎 我們做下來以後兩張圖 如果都為止這個高度是不是還是太高 好 那我們設定一個單位的整數好了 4、6、1 我不要那麼多 我可不可以設定成400 那偏偏我們這個軟體 它209的版本是你只要改一個 它旁邊的這一個部分就會流動 所以你就什麼樣很多功夫了啊 我們在這個地方直接改400 是不是改好了 改好了我們把它移到一邊放好 打勾 那接著我來到海盜這一張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改400 接著一樣我進入到那一面行 我就來到這邊直接再把它改成400 所以我馬上就得到一個一樣高的畫面了 那我再把這兩張放好是不是就可以了 OK喔 這樣子去就好了 因為這樣是不是最快 所以你可以啟動一點去控制它兩個幅度 我要的高度 但是先有兩面行 你要找個調單位 你不會調單位你就不會做得了 好 那換句話說啊 你如果今天在做網頁設計的時候來 你跟比方說一個項目或者是一個暗筒 你本來預計給它的寬度或者是大小是多少 你是不是可以主動用它來好 所以你下次每一個東西這樣你如果放進來 你再加什麼大小的時候 用這個方法是不是比較快一點 你可能要買一點點 Robert 石獲磯 你有沒有看到 那我看到 神形網頁方式有很多種 你還要用程式語言賺錢的 比方說用影像切片地圖 還有一種是用普通 可是呢 到了後期來講 好像越來越小的人會用普通 大部分都是用錶盒 所以它大概有這幾類 利用語言撰寫的 利用那個錶盒的 利用那個影像切片地圖的 還有一種利用統整的 它可以做出來的頁面安排有這麼多類 所以你這樣要再學之後 你可以就我剛剛說的這四項 分別去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畢竟考試不會講那麼多 那考試不是比不一樣那麼多 可是你如果要真的會做網絡的話 那你得這四個項目 稍微分解一下 好這個是針對其用途的功能 你自己試驗一下懂不懂 好 將來如果需要更進一步的對齊 或者是那個間距的調整 我們再接著講 好 接下來的項目比較簡單 我們要請各位做的就是 最緊密的一種影像合成 影像合成 影像合成呢 畫樣非常多 狀況也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適應的項目多了 你將來就會越來越熟練 好 如果沒有問題呢 請你接著開002-1 002-2 好 記得喔 好 這個軟體如果你開過的 比方說齒雕啊 或者是隔線有沒有 它從此以後就會一直是開啟狀態 除非說呢 你在最後一章的檔案關閉前 你把這些生命全部關閉了 那它下一支才不會再出來 它會開 腰等著會關喔 不然你會永遠卡著 畫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隔線 好 你如果開了002-1 002-2 我剛剛你會不會做喔 我想要讓那個風景圖 變成這女孩子的大頭裡面 那個墨鏡的倒影 會做的很簡單 聽不懂的人通常會裸傻傻 我想要讓那個風景的照片 變成這女孩子 那個鏡片照片的很大火影 那我們的問題很單純啊 你只要會利用素材放進去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了 我們只是要溝通這個問題 好 那相信基本的背景 對你來說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 你可以說放啊 你可以旋轉啊 你可以旋轉啊 偷偷告訴你喔 你正在變形的當下 你還可以直接感到不透明度 舊的媽媽是不行的 然後東西要去泡沫 你已經出現了 但是已經改變了 我們都不能住 喝好幾度 的確還是不會做的 但是今天的結束 拿來不去 代表 可以說 我也是 我可以把自己的 这个时候 通常有的同学会把他想的太过于复杂 你懂吗 问你一个问题 当你在一个镜面里面 看到导音的时候 是左边右边各一个 还是两个 同时一个 想想看喔 你在镜面看到本来你的镜面是什么状况 两边各一个吗 左边你戴的是什么 美容 可是你今天看到镜面的形式是哪一种 一片似的对 所以你要懂喔 有时候就很像处理自己的物理现象要考虑的话 你得要考虑一下刚下那个房间 就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不认你所长的生活习惯套进去 你得要实际上懂现在的状况 你这样处理很在意这个 所以就算很简单 你的目标很简单 你只要把脚都调对 大小大概抓对 然后呢 是不是多出来就让他干 对 插一插就好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一个要你做很多程度 你只要让他看起来 但是这边反对出来的主向有什么 那有人觉得他想太多了 他甚至有人想想 你也要把你影像的突变可以搞 想出来 谁知道你的主向来 你只是要用来自己的 没人知道 那你还在意那么多干嘛 所以有时候在意的点太多了 有时候该在意的又没有注意到 好 我们来做一遍看看 其实很简单 来 看 把这个图片直接移进来 移进来以后呢 你要调整大小 如果你进入到那边形 你这时候调是不是看不太清楚 他调的地方的位置 看不太清楚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可以先把它稍微降低 我透明度 降低到一个程度 我就会可以看到镜片的位置 所以这时候我比较知道 我大概调多一点 实际上他根本就觉得要调大小 你只是要调角度而已 不要说你调好了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调这样是对的吗 哪里不对 人的脸是歪的 对不对 那镜片是跟得歪的吗 人的脸是歪的 你的生活环境 风情应该是真的才对吧 所以你刚开始 是不是大多数都做错了 对 对 对 所以这时候我还以为 可别有票而已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这里不够了 拉大可以 咦 那这个都穿帮了 有 那一种牵手是什么 补充 补充是什么 还记得吗 对 内容感知 有没有 这个地方我擦了一点点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补对力去 就好 有没有 那我就按这个 编辑填满 内容感知 有没有 稍微补补一下就好了 好 补完你后来 取消选取 然后用橡皮擦 好 那橡皮擦 就是大约就可以了 把他的边缘擦干净 没有人告诉你要擦多少 反正镜片揍出来 就对了嘛 有没有 所以你只要大约擦 我们就好了 你马上越在意 马上擦得越久 那你不在意马上 比较容易擦来 好 好 那这样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如果你在细一点 你就还会加打光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到那个细 好 好 隔线 重新大按照 是检视功能表里头的 显示 然后隔点 看一下 显示 对隔点 大按照 它就消失了 你看上我的课是不是随时都不能够的话 稍微给那个 都不小心 稍微打个瞌睡 你就没听到 然后就陷入陷阱 如果你有那个被虐傑 你万一喜欢听我的课 每一堂都是近期待 如果怕受伤害 好 这个很简单 接下来就不简单 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接下来我要请你看 003-1 003-2 003-2 这也是一个考虑题 这个小国王 我今天要让小国王呢 住进房子里 好 那你应该怎么做 我们从以前讲到现在的功能 你就有办法克服这些问题的话 只是说你懂 你懂得我出个题目 你会不会就好 我再讲的是我们的目标 我想要让小国王住进屋子 我们的目标 最天然的同学怎么做呢 直接把图片拿进来之后 人挑大小 不行 通通拿去做自己 不挑大小 我先讲 不挑大小 你在想什么 我记得了 小朋友要住进去 不能挑大小 所以你唯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你首先要考虑什么 到底是把窗户的那个图案 放到小朋友身上去呢 还是把小朋友放到窗户的那个档案去呢 那假设也有形象 我今天想要让屋子呢 显示的是完整的 要不然你如果现在把窗户放到小朋友身上去 是不是窗户都切光了 所以这样不搭啊 那我小朋友放进去里面住才对啊 可是放进去有一个问题啦 我那个窗户的地方是白色耶 我要怎么让它能够正常的透出来 这个就是要考验你喔 你之前学的这些项目啊 有哪些资料拿来用的 所以学软体是这样喔 今天呢 把比方说我们要这个 塞一头牛 我把所有的工具都给你的 锯质啊 斧头啊 然后拆刀啊 那那个什么 这个雕刀啊 然后那个什么剁骨刀啊 通通都给你的 对不对 可是呢 今天临时换了一个目标 我们今天只是要切活整片 那你该用哪一个工具来用 所以你通常你学软体 你只在意学很多工具 可是通常你不在意学工具 有什么时机用什么工具 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列集解体 那如果你将来是有准备要拿去 去做应征怎么办 你必须要有一种东西 人家才会想要面试你 跟让我去上班 通常是什么 你要准备一个东西叫作品 上班 在你没有任何接案的资历之前 你唯一能准备的叫作品 那作品级要怎么准备 人家才会觉得有可看性 想要录取 那你就要假设两种身份 一种身份是什么 假设自己是发案者 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什么 你是做案就是接案的人 接案者这样的身份 你要自己设定题目 你要自己能够解评 你要假设这样的状况 然后去做出你的作品 好 随便放 然后接下来我要让他进到屋子内 所以我要在背景这边 复制一层 然后把它移到小朋友身上去 这个时候 我在用框悬的工具 或其他工具说给你 对 你别忘了这样跨不准啊 没关系 我们就放大画面 然后来用什么 你的老朋友 有没有 然后呢 你就小心的把它对齐 好 把它对齐 是不是一样这样可以 因为反正举行是最容易选的 好 如果举行也选不好 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选的 好 有没有 这样子 好 打勾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一层是复制的 所以我直接按Delete 这个按键 删除键 有没有 它就可以删掉了 对 那这个删掉了 对 那这个删掉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小朋友重新开回来 是不是它就在里面了 好 记得要按取消选取 好 小朋友重新把它放好位置 它是不是就坐在里面了 这样做有一个目的是什么 比方说我这个窗台 如果我要让它有更进去的感觉 我们如果在这边加一个秘密 它是不是会好像在住在里面的样子 有没有 它的气氛感觉是会比较进去 这样才是正确的 你懂吗 我们既没有改变想没有的尺寸 然后我们要做出比较立体化的感觉 有没有 所以你要考虑清楚 我要做出比较轻易再做才做 好 我把步骤升级床去说明一遍 你可以先复制窗台多一个层次 你也可以先把小朋友放进来 顺床是可以电档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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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